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电影春光乍蟹不负责影评 今天要来聊聊关于说一部经典的LGBTQ酷文电影之一 因为最近张国荣名单快到4月1号 然后接下来应该会有个张国荣影展 但在影展之前,这部就是复刻上映的春光乍蟹呢 当年上映之后,就是被各大影展特邀去放映之外呢 他还荣获了50届坎城最佳的导演奖 并获得电影的金钟驴跟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而且在2005年呢,获得香港金像奖协会票选为 百大华语最佳电影之一 就是你知道它的地位非常的不容小觑 那今天呢,还好聊聊说这部电影的看点 当然很多人看过,但是因为最近复刻上映嘛 对于一些可能就是年轻的读者跟听众可能没看过 我本身也是没看过 所以我就是去院前看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但是在实际进入主题之前呢 也要来分享在台南的一间特色的早午餐店 叫做Peko Peko,位于台南的市区 在赤肯楼周遭 这间叫做Peko Peko的早午餐店呢 它是个老宅咖啡厅 可以说是老旧的那种透天改造而成 里面的装潢跟城市 它就找了很多的那种老物 然后就是搭配那种旧的那种橱柜啊 沙发,整个就很古色苦香 那当然它的建筑物本身也是一个非常 就是很老宅,它连那个门都是保留它原本的门 它外面还贴在一张纸条 说请你要轻轻的关上 因为它是古迹 所以你在开门跟关门 请你要小心一点 不然就会导致它门坏掉 但是这间店呢 必须说在台南真的是 所有的物价相对都比较便宜 而且餐点都非常的实在 它200多块,在220左右的餐点 但你可以吃的非常饱 里面的炸鸡松饼 除了松饼之外 还有很大块的马铃薯 Torritos,还有那个沙沙酱 还有给你蜂蜜 就是你会吃的很饱 而且它有什么糖鸡沙拉 就是你会觉得它的东西的餐点的东西 你点的这个价格它还附饮料哦 我刚刚点的那个主餐都是有附饮料 然后它也有咸食 什么泰式打泡猪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都是分量超级多 没有在跟你客气 而且都还附饮料,我觉得非常划算 重要的是它们除了咸食之外还有早午餐之外 它们的甜点也是蛮有名的 它们家的肉桂卷是它们的特色之一 80块就可以吃到很美味的肉桂卷 那它也有所谓司康跟咸派可以做选择 整体吃下就是你去台南你想找一间特色的咖啡厅 不仅是拍照好看之外是餐点也美味 这间店叫做Pekko Pekko 我个人给它评价是蛮高的 就是吃完之后你觉得整体的氛围 跟吃下餐点你觉得蛮用心 而且用料很实在 整体就是给它一个小小的赞 就是如果你有去的话不要错过 这间叫做Pekko Pekko的早午餐店 详细的资讯呢,我也要放到 其实你应该的限冬24小时 之后放到特色早午餐系列去 大家可以按图索记 有去台南的话可以去吃吃看 回到今天的主题电影 春光乍蟹不负责电影 评到底有什么好看之处呢 这部电影它是立即于 就是阿根廷 虽然是香港电影 但是它的拍摄的地点 大部分80%以上 都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丽丝 有人过难念 布宜诺斯艾丽丝 当然我猜它有些场景应该香港搭的 只是说它的故事设定是在那边 然后是描述张国荣跟梁朝伟 两个人饰演一对同志伴侣的爱情故事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那详细来说呢 就是由梁朝伟所饰演的李耀辉 跟由张国荣所饰演的何宝荣 是一对恋人 他们从香港呢 他们其实在香港其实就分分合合 有些他们两个就是约好说 那他们要去阿根廷 等于重新借有一趟旅 来找自己 也是缝补一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何宝荣是由张国荣饰演的这个男性呢 他在阿根廷里面就买了一盏灯 他觉得两个人都觉得这张灯很漂亮 就买了 但是这个灯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瀑布造型 它会旋转 所以那个灯旋转的过程中 就感觉是有那个光影 在那个河面上面的那个涟漪的感觉 然后他们就买这部盏灯 就去开始在思考说 诶 这盏灯到底在哪里啊 所以他们就说他们约好说 我们有一天要去这盏灯的那个地点 去看这个瀑布 因为那个灯式是个瀑布的造型 两个人就说好 约定好了 就在这个旅途之中呢 你知道情侣嘛 难免就是会吵架 不管是开车啊 一个人觉得说要开车去 一个人觉得要坐公车去 然后开车就是一直抛锚啊 或者是两个人就一直迷路啊 就开始吵架 那就是吵到一个不可开架的时候呢 何宝荣就是由张国荣饰演的这个男主角 就对梁朝伟饰演的这个李耀辉提出说 那我们就暂时分开 他们两个就在阿根廷就各自的去 自己去追逐自我 就是去过自己的生活 分到扬镳的两个人呢 又恰巧的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 爱丽丝相遇 就这个城市又相遇了 两个人在酒吧相遇之后呢 等于是有点关系 就是两个人毕竟你知道人在异地嘛 就是有点 即便两个人是已经说好分开 但是那个中间那个爱 跟中间那个当初的那个悸动 又把他们牵回去 有一天张国荣就是被揍了很惨之后 整个脸就被打烂了 手也手也被打到两只脚 手差点残废这样子 然后就 就是就跑过去找梁朝伟演的这个角色 那他们两个等于就是同居 梁朝伟就是等于很呵护了这个张国荣的角色 就是帮他煮饭啊 然后帮他洗澡啊 这样子 因为他就是手受伤嘛 什么事都不能做 然后就开始演他们两个到底 怎样修复这段关系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那但后面还有续续延续的一些东西 主要故事其实就是 这两个香港的同志情侣 到阿根廷寻找自我跟修复关系的一个过程 那到底有什么看点呢 第一点就是 年轻版的张国荣 梁朝伟还有张正 这部电影当初是在1997年上映的嘛 距今也25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年就是 还是青春正盛的张国荣跟梁朝伟 帅得不得了 两个人竟然演 就是同志情侣 而且回顾 其实这是1997年上映的电影嘛 春光诈泻 但是1994年 其实张国荣就已经演了 霸王别姬 事隔三年之后 又演类似同志的角色 但是呢 大家知道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香港 同志行为 其实算是属于形式最新的 普遍当初的社会大众 对于同志营业还是有点歧视的 是直到1991年之后 同性的性行为才被排除 才变成非形式化 所以当初 1991年过后 那个社会氛围 才慢慢的去接受 同志社群的团体 所以当初张国荣在1994年 演霸王别姬到1997年 演这个春光诈泻手 其实 他大概就是被预估说是亚洲 就是同志 等于争取权益的一个咸丰 所以当年 你看这部电影上演的时候 比起现在台湾都已经合法化 但是你要记得 当初的那个年代 这样的电影 由张国荣跟所谓的梁超市演 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里面尺度 说实在 床戏大概也点到为止 没有真的很夸张 主要是在纠结于这两个 天王的演技很细腻 但张国荣后来当然都知道 他在1997年就公开出轨 但是他在演这部戏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还没有被 大众知道他的形象 所以他等于是有点突破的 在演这个戏 当然了 后续你去看他的演出 你就觉得说他今天用灵魂在演 其实他的演霸王别记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他为什么可以把那个角色 演得这么的丝丝入扣 再看到这一部电影 你就会明显感觉到 这个角色真的是非他不可 因为他演绎得太好了 那个帅 那个美 跟那个娇 那个艳 跟那个傲娇 就是在这部戏 完美地去呈现的这个角色 但梁超伟也以他高超的演技 去诠释他 他心目中的同志的感觉 那我觉得两个人在里面 真的是很般配 那个情感 那个中间的一些氛围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那第三人张震 张震在里面 其实也是一个蛮有特色的角色 那当年也是小鲜路一眉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年的张震长多帅 那这是我觉得第一个看点 你看到年轻的那些天王 他们在表戏 甚至大家可以看到 梁超的当年的夫妻 张震的脸蛋 然后张国荣的演技 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看的一个传奇 接下来第二个看点就是 王家卫嘛 这是王家卫的电影 所以他的美学 他的视觉绝对不会让人家失望 而他里面设定了很多经典 就是后续应该有很多电影 也都有在稍微致敬他们的这些桥段 他在阿根廷的酒吧跳恰恰 后来我记得林志玲 后来有一档 就是真人秀节目 也有去这个酒吧 然后也有在那边办了一个舞蹈比赛 林志玲也致敬 去回顾当年 他们在拍这部戏 王家卫电影的那个场景 重新的再重新演绎一次 那根本不用说在天台上面 梁朝伟在那个布 水泥墙 然后张国荣从后面就泼水啊 然后亲吻他 就这些很经典的桥段 或是在那种 异国风十足的厨房里面 两个人在跳舞 就是这么的浪漫 还有在色彩明亮的那种 破旧的卧室里面 你可以看他们两个人的演技 跟他们两个的互动 就是非常的经典 然后你又觉得那个中间那个氛围 拿捏得非常的到位 你看两个恋人 就是相爱相杀 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看点 就是他的场部 他的美术 跟他选的那个场景 有够美的 就现在看你还是会觉得说 这是一部很有味道的电影 第三点呢 就是里面的台词 也是放到现在 他们的电影海报上面 还是有这句话 就是 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这句话的由来是张国荣每次 就是里面的角色啦 就是代称好不好 我就不要再讲 他们两个的角色有点难念 张国荣跟梁朝文 这两个在里面的角色 常常就是会分分合合 在香港的时候就分分合合 那他们就讲好了 每次张国荣 只要对梁朝文里面的角色说 就是你知道 吵到一个不可开交 或者两个又提分手 但是他们见面之后 张国荣可能就会对他说出 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等于是他们就一切 就是你知道当初过去就过去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再爱一次的概念 虽然他们中间有好几度 都有出现这句话 但这句话 有可能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重新再爱一次 就是复合 有可能是 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是变朋友 就是有很多的解释空间 他在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他把同志的爱情 非常写实的写出来 他没有去太过隐晦 他们的一些不良的地方 就是互相拆解 然后你知道 会就是对于性这件事情 有特别的 有一方 刚刚我说张国荣这个角色 就特别的放荡 但是梁朝 我觉得非常的专情 很纯情 你就看到里面的这个 相爱相杀 跟两个人 其实都爱着彼此 他们用爱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但是 就是里面 其实你看到那种 情侣之间的纠葛 其实放到 不管是异性或同性 你从这个故事的过程中 就看到 你在谈情感情的时候 会遇到的一些盲点 我觉得每个人 或多或少都会看到这个东西 而梁朝伟在里面 也讲出一个 很感人的台词 他是说 他跟他相处这么久 因为中间我刚刚不是说 张国荣那个角色 有一度就是受伤 等于受蛮严重的伤 两只手都受伤 所以他不能够 自理自己的生活 然后他连也都受伤 被打烂 所以还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所以只能一直躺在家里 受到梁朝伟的照顾 那后来 当然张国荣这角色 后来经过时间的 慢慢的流失 他伤也好了 所以他也可以自己出去走动 他可以出去买烟了 他可以出去买东西了 但是这个时候 梁朝伟就开始又担心起 说他是不是出去 又有别人了 他是不是就跟别人约会 他又是不是 可能又去跟别人打炮之类的 所以呢 他里面就讲出一些台词说 其实他跟这个人相处 最开心的时光 就是他受伤的那个时光 因为他们两个就是 他等依附于他 他受到他的保护 所以他那一段时光 虽然是他很辛苦的 即便他觉得梁朝伟已经身重病 但张国荣是一个不会煮饭的人 他就是两天没吃东西 他就跑去跟梁朝伟就是 你知道发抖 然后发烧 躺在床上 他说你可不可以起来一下 他说为什么 我现在不想起来 我现在身体不舒服 他说可是我两天没有吃东西 你可不可以煮东西给我吃 就是即便是 他就是虽然还是很生气 说他已经身重病 你还要我煮饭给你吃 这么荒唐 但是反过来说 那个被需要 那个极度的 被依赖的感觉 反而对梁朝伟那个角色来说是 他觉得他最开心的时光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正在情侣之中会出现的东西 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感动的点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 让梁朝伟演技大爆发的地方 就是张震跟梁朝伟讲说 我要去世界的一个角落 就是世界的尽头 在那边你可以把所有的难过性留在那里 然后张震那时候是用录音机 就是那种录音带 他就可以录音 然后他就跟梁朝伟说 帮你我去别的地方跳舞 你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录起来 我帮你带到世界的尽头去 你把你的难过就遗留在那里这样 那梁朝伟那时候那个景 那个场景 就是梁朝伟在那个舞池的很远的地方 然后自己按字的在讲话 但是他没有听不到他讲什么 你就看到梁朝伟那个演技大爆发 那个眼泪 那个哭泣 超级感人 当然就有一个观众来讲 还是会很好奇说他到底讲了什么 因为后续的包袱就是 并没有演出来他到底讲什么 但是你还是会很对于梁朝伟那一场戏 印象深刻 非常的值得一看 那接下来下一个看点呢 就是这部戏呢 他上映时间是97年 那来回顾一下 如果你是个很年轻的听众的话 1997年呢 是香港回归中国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上映这部电影 当初就是演出了香港人的迷茫 当初导演王家卫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这部电影 其实是关于1997年的电影 也关于他自己的97年 因为他说在那个当下 所有的香港人真的不知道下一部会如何 没有人知道7月1号过后的香港会是怎么样的香港 所以大家都想逃 但是大家有些人就逃不了 就会对未来感到非常的失望 那所以呢 他就用这部电影来逃离现实 启程去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丽丝 那你就想说为什么要选一个这么奇怪的地方 因为从来没有听过 那其实他就有解释 这个地方刚好是 你就地球是圆的嘛 你从香港就直接穿过整个圆形的地球 插到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 就是另一端 就是人才要说的对折点 这个圆形的球体 你从这边插过去 另一个地点 从香港插过去的世界的另一头 就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丽丝 就是他取这个概念 所以他们才会去选那个地点 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小小的看点 你可以看里面的那个迷茫 其实是对照说他们两个情侣 等于是追逐自我 然后也是修补关系也好 也是在放逐自己的青春也好 但是他就跑到那个地方去 他们到底找到他们人生想要的东西吗 不知道 但是在那个当下 等于是演出97年的香港人 到底是有多迷茫的概念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在香港 这个同志已经不被接受 那他又是一个异地人的概念 到异地去 两个人算是各自相爱的恋人 但中间又分开 然后各自又有结识一些新朋友 都是一个非常的不确定跟未知的状况 那这部电影也是演出的那个概念 那再下一个看点呢 就是相爱的两个人 你可以看到两个人 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看电影是用上帝视角在看 你可以知道他们两个人 其实就是不说不问不沟通 哪怕你从电影都知道 说其实两个人真的是蛮爱彼此的 但是可能刚开始梁茶薇爱比较多 当梁茶薇爱情和活乐的时候 张国荣的爱情是比较冷淡的 他可能就是心还在野 心还在野 心还在看外面的一些阴阴厌厌 所以此次梁茶薇就过得很痛苦 当梁茶薇已经有点放开了 已经过去了 开始把自己放下的时候 张国荣才意识到梁茶薇他好 就是人生就是不停地这样 错过彼此遗憾 然后可能借由不说不问 但是其次两个人是相爱的 这个电影里面就看到所讲的故事 就是蛮可惜遗憾错过 但是就是人生嘛 就是没有一个准 所以就是好好把握当一下 就这样说 那再下一个梁就是关于说 瀑布这件事情 瀑布在里面就算是一个 蛮关键的一个串场的物品 就那个灯 跟最后那一幕的瀑布 他们两个从刚开始去 阿根廷买到这个灯 就相约好说他们一起去看这个瀑布 中间因为就是吵架或是不合 然后就吵得分手 两个就各自在阿根廷生活 但是他们两个人就非常有默契 都没有自己去看这个瀑布 那后来他们又在相遇了嘛 就是阿根廷又相遇了之后 梁朝我就问张国荣说 诶 那你去这个瀑布了吗 那张国荣就说 我还没去 我在等你 我要跟你一起去 就是这种很感人 但后来 当然就好 就是留待你自己去看 最后面的最后 当然就是还是有出现瀑布 只是说 最后他就是只能一个人完成这趟旅程 你就觉得说 这是人生吧 我想 所以这部电影你就会看到很多 不管是同性恋也好 异情恋也好 或者是双性恋也好 你就会在这部电影看到爱情里的自己 然后我觉得它里面演的 演技当然就是梁朝威 跟张国荣演技不用讲 就非常的细腻 画面也美 剧情也非常的值得一看 就是看到 就是在异地的那个风味 跟在那个97年那个当下 年轻人的迷惘 我觉得演的非常的精彩 值得一看 好了 就是关于说经典电影 春光乍谢不负责的影评 希望再次推荐给你 关于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和看法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只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私讯跟我联系 所以关于说 如果你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或是你的故事 或是你想看的主题 我都会去看哦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